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梁燕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和您一起分享和感受 文化的魅力 首先梳理近期文化热点 故宫博物院将于6月开始 实行周一全年闭馆 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故宫于2014年起 实行除国家法定节假日 和暑期外 全年周一全天闭馆 为了让连续运转的 古建筑空间展览和服务设施 得到喘息 也为平安故宫工程 顺利实施争取多一些时间和空间 故宫博物院决定自今年起 在7月至9月的暑期 也实行周一闭馆措施 近日上海合作组织 国家中文书法大赛颁奖典礼 即优秀作品展在北京举行 大赛历时半年 设硬笔组和毛笔组 吸引了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等上和国家民众的 踊跃参与 最终评选出约40名获奖者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 开始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学习中国的书法 我感觉书法可以加深 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央视纪录频道将于6月8号起 开播纪录片《文学的故乡》 深度聚焦当代文学 纪录片分为墨岩 甲平蛙 刘振云 阿莱 池子健 《碧飞雨》六部 拍摄历时两年 从零下42摄氏度的北极村 到海拔4300米的八郎山 从青藏高原到较来平原 设置团队跟随作家们回到故乡 追踪他们的成长足迹和创作经历 揭示他们如何将生活的故乡 转化为文学的故乡的新路历程 我用这样一套纪录片 向我热爱的这批文学家们致敬 也借此去看看 在这些不朽的作品背后 是什么样的土地在支撑它 在滋润它 让它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上的 独特的风景 张艺谋指导的全新观念演出 《对话预言2047第二季》 日前进入创牌的最后阶段 即将于6月上旬登陆国家大剧院 演出共计7个单元节目 主创阵容由来自7个国家的 18支团队及个人组成 舞台上将展现出 更加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 台湾的诱人神谷 藏族的扎木年 壮族的坡牙歌书等艺术形式 都将在舞台上与科技碰撞出 不一样的艺术呈现 我们拥有最多的观众 最大的市场 也有最强的技术意见 其实在所有的表演上 我认为未来是要走这条路 就是要融会科技 在第五个中国文艺志愿者 服务日到来前后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者小分队 沿河西走廊一带一路线 走进了张叶 嘉玉关 敦煌等地 王文兰 王哲 平安等文艺工作者 为当地群众送上了慰问演出 并对阶层文艺工作者 进行了书法 摄影 曲艺 声乐 舞蹈等辅导培训 来看记者的报道 我觉得你可以 齐齐再放下来一点 齐 齐 齐 正在一对一手把手 给学生传授声乐技巧的 是青年歌唱家王哲 随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队 从北京赶往甘肃省 张叶市的第一天晚上 他便马不停蹄地 来到了河西学院 为声乐爱好者进行指导 嘴巴放在这个地方 能张 能出的张吗 上下张 起 原来唱歌的方法 就是太前在嘴上 然后还有嗓子这个地方 但王老师今天教的方法 就是让我在下边唱 这样的话声音的话 它就更有结实 更有力量 在张叶市河西学院 学习美声的学生 陀海是一名回租学生 课堂上的他有些紧张 还时不时地唱破音 王哲拿出了自己的诀窍 将一支笔 放在陀海的上下嘴唇中间 帮助他提笑机 找到最好的声音状态 就像王老师说的 害怕那个音 我的声音跟气息 不统一 下巴张的时候 里面打不开 它就是通过一支笔 就是让我训练了这一项技能 就是感觉声音跟气息 能统一到一起 就有共鸣 他唱高音的时候 总是为他担心 他自己也很担心 也是习惯性地 到这个音就扑 到这个音就扑 那么我就是希望 他能够把声音 真正地放下来 就是希望能够 把自己的所学所用 把声乐的一些感悟 让更多的老师同学们 都能够互相多多交流 王哲是中央电视台 清歌赛和中国音乐金钟奖的 双奖获得者 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 这次赴甘肃参加 文艺志愿服务 他特意挑选了 接受辅导的四名声乐爱好者 与他一起 在第二天的慰问演出舞台上 演唱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将小课堂里的培训成果 直接搬上大舞台 昨天的那些都是理论的 今天就是 也算是一次时间吧 感觉今天没有破烟 起起来就是唱歌 感觉很轻松 从昨天到今天 真的是我最幸运的两天了 昨天得到了王哲老师的 亲自的教导和指点 今天又跟他同台演出 我一直认为 我只能唱女中英的歌曲 他说要唱希望的田野上 我真是不敢唱 但是他告诉我说 你可以让你的嘴唇薄一点 今天我大胆地站在了舞台上 而且我觉得我唱得特别自信 就在张叶慰慰演出旁边的广场上 来自北京的摄影家王文蓝 刘雷正在现场指导和点评 当地摄影爱好者的作品 一张张叶式的自然风光照片 吸引了王文蓝的目光 作者是在一个冬季 非常寒冷的早晨 利用低色温的光线 阳光非常暖 照在了丹霞地貌上 但是远处是麒莲山的积雪 所以显得围狱茫茫 非常壮观 还有什么现代化的那些传送装置 所以在这里边也显著时代感 当然那幅作品里边 如果再有一些游客 儿童 来回的穿插 可能就会给这个作品 瞬间带来更有意味的人文的 这样的境界 可能就会更好 拍这张作品的时候 也是在一个大清早 去这个冰沟丹霞 一个人在这个观景台上 当时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没有想到 以后其实是需要 很细心地来揣摩这些事情 其实它们会比较难拍 我们要等时间 要等光线 那么它遇到一个美丽的彩虹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瞬间 而且尤其是一辆列车 金色的阳光洒在这儿 它有强烈的时代的符号 意义着新的一个四股 高铁的时代 高科技的一个时代到来了 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 尤其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 应该长年的 坚持长年的 这个长时期的 走到基层 走到这个社会当中去 走到生活当中去 来卓朴时代的瞬间 从张业 嘉玉关到敦煌 培训活动一个接着一个 然而每到一个城市 唯一不变的 就是书法家孙鹤的书法讲座 他结合历史文化 讲起了狂草书法 当地书法爱好者 听得津津有味 因为大草书的 最早的发明者 或者说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人 或者我们把它 将称之为草圣的 这样的一个人 是甘肃敦煌军人 也就是说在敦煌 如果大草书的 这样的一个先祖 拿出来进行交流的时候 我觉得应当对大家来讲 都是会起到顾名作用的 然后去达到 服务时候的一种最佳效果 五年来 文艺志愿者的足迹 遍及祖国各地 他们持之以恒 送文化到基层 汲取创作灵感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基层学员都纷纷表示 中国文联开展这样的 文艺志愿服务 正是我们基层 文艺工作者最需要的 今天的文化时分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 明天我们精彩继续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